上次讲到 霓皇郡主处于对梅长苏的好奇 相邀她在廊下散步 并含蓄地表达自己对梅长苏的好感 可惜郡主的主动出击 都被梅长苏巧妙地回避 丝毫没有要和郡主产生点男女之情的意思 但郡主却丝毫没有放过梅长苏的打算 步步紧逼 梅长苏被捕了 或使出杀手锏 问她为何对自己的未来如此感兴趣 梅长苏赤裸裸地挑逗 让郡主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那郡主是如何接招的呢 意料之外的反转 别看郡主之前很蒙 梅长苏此话一出 她瞬间就乱了方寸 眼神里都是慌乱 解救郡主 让她脱离尴尬的竟然是一个太监 又闯祸了是吧 看你这笨手笨脚的样子 就我非打死你不可 我叫你闯祸 叫你闯祸 好啊 你还敢偷书 一个耶幽庭出生的罪奴 竟然还想读书十字 我告诉你 别以为静王喜欢你 就会护着你 在这宫廷大内 贵人有的是 静王算是那个牌面上的人 也能护着你 我打我打 一个太监拿着棍子 毫无怜悯之心地 殴打着一个孩子 霓皇郡主和梅长苏 都被这突发事件吸引了过来 但也只是看着 并没有插手 住手 本王是哪个牌面上的 还不由你这个奴才来定 静王突然跑了上来 喝住了太监 本以为静王出面 太监会惩惩惩惩 谁知静也是个 构障人士的东西 奴才该死 启禀静王殿下 这个小罪奴 平日里一向是偷懒 顶嘴 而且还偷书 这次奴才实在是没办法 才责罚的 静王殿下 这个地方是 月贵妃娘娘命奴才 在这监管的 还请王爷看在 娘娘的份上 大人大量 就原谅奴才 这张臭嘴吧 太监不但把所有的错 都怪到了孩子身上 更是狐假虎威地 抬出月贵妃 想押过静王一头 可见 这太监根本没把 静王放在眼里 一个太监 为何敢如此大胆 竟然不把一个 皇子放在眼里 还公然点滴的 这得从 十二年前的 赤燕之案说起 十二年前 梁帝以赤燕君 谋逆为由 派人杀害了 七万赤燕君将士 当时在朝堂上 伸得人心的齐王 也被刺毒九身亡 赤燕君少帅林叔 是静王的好朋友 齐王又是他的皇长兄 这十多年以来 静王无论如何 也不相信 赤燕君会谋逆 齐王会谋逆 他是唯一一个 赶正大光明兼职 赤燕君没有谋逆的人 这等于是在 明目张胆的和皇帝作对 梁帝自然不喜欢他 甚至处处打压他 久而久之 所有人都知道 静王是不受待见的皇子 所以才有了 刚才开头那一幕 一个太监 都可以毫无顾忌地 贬低他 静王的敌意 一记长鞭甩过来 直接打在太监脸上 满口胡言 竟敢抬出 月贵妃的名头来 静王殿下大人大量 我可看不惯 还不快滚 云南木王府 素来不设党争 但霓皇郡主的 这一鞭子打出去 相当于是在帮静王 吓得那太监赶紧溜了 郡主为什么要帮静王 原因有三点 首先 林叔是静王的好朋友 郡主是林叔的未婚妻 就算是冲着林叔 郡主也不会袖手旁观 更何况 他们从小就认识 是一起玩到大的玩伴 其次 郡主和静王都是军旅之人 都是在用生命守卫国家的人 自然会有惺惺相惜之心 最后 静王这十几年来 战功赫赫 却得不到公平的对待 郡主难免会同情的 郡主帮静王 也就不奇怪了 梅长苏蹲下问廷生的情况 廷生一回答 却被一旁的静王叫住了 静王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叫廷生别多话 廷生身份特殊 万一被人识破 那他的小命可就保不住了 可就算能瞒过所有人 也绝对瞒不过梅长苏 从廷生的年龄和静王的态度 他就已经猜出了 廷生是齐王的一父子 梅长苏感觉到静王的敌意 赶紧起身行礼 你是谁 这位是苏哲苏先生 肖景瑞的朋友 来京城养兵的 苏某一介不一 静王殿下不认识 也是自然的 能进到这宫墙之中 又有郡主相陪 岂会是寻常百意 想来是我不在宫中已久 孤陋寡闻了 此时的静王 智商还是在先的 但对梅长苏 却充满了戒备 梅长苏并不介意 静王的态度 只是转身和廷生 讲读书的方法 还问廷生愿不愿意 让他教他读书 这当然好 对于一个爱读书的人来说 巴不得有人教 可廷生也知道 自己身份特殊 虽然心里欢喜 也不敢答应 只能向静王 投去询问的眼神 苏先生大概不知道 廷生是耶优廷的人 就算到了年纪放出去 也是发配到外府为奴 静王耐着性子 给这信口开合的白衣 讲着宫中的规矩 可人家根本不领情 以便安慰廷生 叫他不用多想 以便又问他 是否愿意跟着自己读书 梅长苏沉稳的性格 给了廷生信任感 他认真地点点头 那你先回去 过些十日 我就想办法把你截出来 刚才的信口开合 念你无知 现在竟然说出这样的 豪言壮志 是刚才没听清楚吗 静王和霓皇郡主 都不禁抬起头 苏先生有所不知 这耶幽庭的奴婢 可不是一般的宫中使役 如果没有陛下特赦 是不能离开的 况且陛下素来不喜欢 有人替这些奴婢求情 要不然 以静王殿下皇仔的身份 早就把这个孩子 要了出去 霓皇郡主接着补充 实际上也是在 为梅长苏挽回面子 一个皇仔都做不到的事情 你又怎么可能做到 见好就收吧 霓皇把祭 护父 他们都低估了梅长苏的能力 他对庭生的承诺 根本就不是随便说说的 哪怕郡主在 委婉地提醒他放弃 但他依然坚持着 可这并没有 博得静王的好感 反而质疑梅长苏的用心 像庭生这样的罪奴 宫中少说 也有数百个 他有何特殊之处 可以引得你的主意 这话就问得奇怪了 是你先关注的庭生 我只是凑巧在这里碰到了 难道还有什么 蓄意为之 不过这些话 梅长苏是不会说出口的 这是霓皇郡主这个嘴地 就显得很重要了 你这么问苏先生 那我倒想问问你呢 你这么照顾这个孩子 难道仅仅是因为同情吗 还是霓皇郡主给力 两人才刚认识 这就开始护上了 真不愧是青梅竹马的未婚夫妻啊 静王明明 很担心庭生 可梅长苏表示自己 可以试一试 把庭生救出去的时候 他为什么对梅长苏充满了敌意 这还真不能怪静王 这十多年以来 他在这宫里 经历了太多的冷言冷语 攀岩富士的人都躲着他 现在突然冒出 这么一个愿意做好事的人 他多个心眼也是可以理解的 更何况 静王向来讨厌玩弄手段的人 梅长苏一介白衣 却敢揽下他一个皇仔都完不成的活 这人的手段得多高啊 或者说 梅长苏可能是一个很阴险的人 那静王对他就更不会有好脸色了 正因为静王一开始就已经给梅长苏标上了 不是好人的标签 所以之后的相处中 哪怕他觉得梅长苏人不错 但从来不会把他和林书想成是同一个人 也就一直没有认出的 但郡主的态度和静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郡主也是第一次见梅长苏 但他却一直信任的 相信的愿意站在他这一边 所以再过几集 郡主就认出了梅长苏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和他的叔哥哥在有限的时间里 度过了短暂的快乐时光 梅长苏这次进宫 碰到的人合适还真不少呀 先是见了太子和玉王 后见太皇太后 紧接着又和郡主廊下散步 今天还碰见了静王和亭生 最后要出宫了 还遇到一个找逝的 到底是谁来找梅长苏的麻烦 可见下回分享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